我覺得上海這樣的情況 那你說他們的死亡數字 我覺得中國的得到全世界認可 就是他們的數字不真實 他們的狀況不真實 沒有人知道他們實際的狀況 感染確診數字 現在的死亡數字是多少 這才是全世界認可的中國 不是他們所講的說得到了 什麼全國的擁護 或者是客觀事實 所以我覺得在中國的這一波上面來說 真的在沒有人權的情況之下 對人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極度的傷害 那反觀我覺得在臺灣 這是我們應該要去關注的地方 我們的疫調 我們的現在要與病毒共存 那甚至像我們的快篩試劑 現在大家可能買到有點 就是買不到 但是要實聯制 但是我們政府在採扣上 大概在四月底到五月二號 大概會進口三進三千萬劑的 整個的那個快篩試劑 所以這樣應該是夠的 所以基本上一定是夠的 只是現階段 這個目前為止 還沒進口之前 大家會有點緊張 這一兩天忍一下 其實大家就忍一下 所以在這樣子不能隨便封城的情況之下 那你後續的這樣子一個疫調 或者是對於防疫的政策 才是要拿出來一個專業的一個態度 那臺北市不管是哪一個都市 我覺得都是不能隨便亂說 首都的市長不能隨便亂講 尤其是雙北 雙北的兩個市長 現在的確診數字是發病者是全臺灣六都裡面最多的 十萬人裡面 臺北市跟新北市是最多的 那你在這最多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反而怪 就是說中央指揮中心說 這個三家是太倉促了 甚至說你們要喊出零加七或七加零 但是你們喊出的基礎的科學數據 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這才是人民所關心 而不是喊太多 這麼多的新有名詞 專有名詞 造成人民的恐慌 造成人民就說 那我下一步要怎麼辦 既然這麼多人 那我下一步要怎麼做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負責任的首都市長 或者是各縣市首長 應該要做的 我覺得反過頭來講說 那個民調的這個數字 拿民調 柯文哲就有市長 就柯文哲就說這是比賽才開始 我覺得那我聽到傻眼 你把防疫拿來當比賽 你把防疫拿來做 防疫是在對於國家人民 跟國家的一個對於政府 然後對於病毒的一個對抗 就你現在講說 我們比賽才開始 我覺得你你到底是用什麼心態 去面對這樣子的病毒 面對這樣子的疫情 那有 因為像這個不滿意度 這個指揮官的這個不滿意度 高達五十五趴 然後跟還有人拿出來說 跟柯文哲的滿意度 你看兩個已經有落差了 甚至拿來做相比 我覺得第一個防疫指揮官跟首都市長 他們比較的基礎本來就已經是不一樣了 一個是面對全國 而且負擔的責任也都是不一樣的 你把它拿來 我覺得這樣的數字 其實是做一個參考值 那就各家的民調來看 其實全國民眾對於現在的防疫 甚至對於陳時中的那個現在的滿意度 其實是還是蠻高 大概有六成 甚至有到什麼七十分的以上的這個部分 所以應該是說 現在陳時中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逐步逐步的 假設說假設逐步跟病毒共存 他不是一瞬間的 那一瞬間台灣的醫療能量可能也沒辦法負荷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真的負責任的一個指揮官 而不是說我比他強就可以當指揮官嗎 我覺得柯文哲把你的專業態度拿出來 不要再嚇台北市民了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王文斌說了 中國是全球因為疫情死亡人數比例最低的國家之一 其實特別框起來代表 其實這句話應該沒有人相信 但我相信 這次的疫情當中 你看上海封城這麼嚴重 北京疫情也很嚴峻 而且也事實證明 中國的疫苗真的沒有用 沒有用的情形底下 還是有很多高官 因此賺了非常多的錢 這就是中國的社會 所以其實從上海的這個封城 其實就是凸顯了這個極權國家決策的謬論 所以包括像大家看到 因為上海封城 包括這個有這個消防車要去救災 結果因為封路 結果他沒有辦法去救援 包括有一個小婷婷家 這個因為沒有辦法去醫院 結果他就跳樓自身 親身 他受不了 絕對他活下去 所以說你想想看 這一些小小的故事 如果發生在臺灣的話 不得了啦 一個個案就可以搞得全臺灣 甚至政府包括蔡總統 也要出來面對要道歉 有可能 所以我們看到了上海 其實反觀我們自己 其實全臺灣 現在我們的防疫的狀況 當然我也必須要從這個經濟的角度來看 這個包括這個美國的 包括晶片的這個大廠等等 都已經決定要撤離中國了 因為上海是什麼地方 上海其實是中國這個經濟首都 也說也有這個所謂的錢袋子的稱呼 但是上海也是全中國最開放 外資最多的地方 但是從外資開始不斷的撤離 我講上海封城這一次是繼中美貿易大戰以來 再一次的重挫整個上海 重創整個中國的經濟 我想未來可以預見的是什麼 不只是外資許多的臺商 臺幹會不斷的撤離 這也是造成未來他中國經濟 一個長遠的一個隱憂 當然我想我也必須要連動一下 因為包括中國習近平為了要面子 他可以不顧所有這些人民 說封就封 他到底的這個生活需求 各方面可以完全不顧慮 所以這也代表的他們內部 其實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包括烏俄戰爭 這個中國其實很擺明 就是挺俄羅斯 這也也讓這個反習派 其實這已經 烏俄戰爭其實在醞釀 再加上這一次上海 包括接下來的北京 這一些反習派會利用這樣的一個議題 不斷的來挑戰習 他的整個領導的權威 我想這一次的這個考驗能不能度過 也是習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考試 今天民進黨宣布由立法院副院長蔡奇昌 來角逐這一次的臺中市市長 他要對上盧秀燕 我們看到民進黨的這個展現的真的令人覺得非常不錯 包括本來是說也要選的這位立委何欣純 他就說了 維根的態度立場只要蔡英文主席跟選對會最後決定徵招誰 我們就一定是全力支持 先請問朗東兄台中的策略要怎麼樣做才有可能打敗現任市長盧秀燕不讓他連任 對其實蔡奇昌他已經非常明顯了他去針對盧秀燕做不好的市政提出很多具體的例如說空污一直在講就四年完全沒有改善空污空氣污染 對第二個社會住宅這個問題其實我們之前我們本節目也討論過社會住宅盧秀燕其實都在收割零家用事情就已經規劃好的一個政績完完全全沒有去增加 然後很多地還賣給大型的這個建商中間有非常多利益糾葛的這個問題 還包含是說這個盧秀燕他說什麼有什麼一期什麼二期的這個市政路沒有打通 這些事情其實這個蔡奇昌都有一個完整的這個規劃跟措施去做 所以我認為是說對付盧秀燕他最喜歡做一個事情 就蔡奇昌也講得很好他說盧秀燕是做人蔡奇昌是做事情 那面對這種喜歡做人就是跟大家關係都很好啊 大家都講到好話啊然後好像滿意度很高人 我們就要句句齊齊的提出他到底哪也做不好 千萬不要去跟他那邊禍悉你然後就是說我們好來好去 我們什麼我們大家不要互相的去監督幹嘛 如果我們去跟了這個盧秀燕去比誰比較會裝作是好人的話 盧秀燕一定就是贏的嘛他就是裝作一副媽媽市長的形象 台中有非常多不公不義的這個事情 從整個盧秀燕從中俄補選一路看下來整個105號碼頭 那清泉鋼是暫時的這個停掉了 可是盧秀燕還有非常多這個勢力 包含這些大型的建商跟這個盧秀燕之間的這些關係 所以我認為台中這個選舉確實是一場應戰 但是蔡奇昌是絕對有機會是贏的 只要我們能夠就像是中俄補選一樣 一開始大家會覺得是說哇這個其實我們去監督鹽家沒有用 地方要的就是在地地方就是能夠接受鹽家 可是其實台灣的人都很聰明 非常多這個選民都知道是說 我們要的是一個公平公正的一個社會 我印象非常深刻去年十一二月的時候壓力非常大 然後又做到這個鹽家這個法律訴訟 到現在這個訴訟都還在跑 然後也有非常多人在關心我的生命安危 可是我就會一直有能量去支撐我下去 是說其實我躲在路上 包含民司的這個警衛的這個大叔 都很關心 受到影響 他說一定要打打阿彪 這個要讓冬瓜彪下來 那現在呢 進度怎麼樣 當然現在整個能量有略微下降 我認為是說我們不要再去用那種什麼 好像要去跟鹽家去跟這個盧秀燕彈劾一樣 然後大家就要和和平平這樣 這是沒有意義的 對於選民來講 我們必須要告訴他真相是什麼 把真相揭露出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有很多不公不義 還在台中這塊土地上在持續的進行 那第二我也很有信心是說 在整個徵召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就自動出來自動請贏了 像是何欣泉 何欣泉在台中建議的也不錯 對 他在地這個選票非常多 在地基礎很強 不同區域的強項不一樣 也包括是說王毅川說要出來選 那等等 那這些人才就主動說要選 那最後徵召的是蔡啟昌 其他人也沒有什麼負面的意見 大家彼此沒有批評 其實跟國民黨差距很大 那個什麼桃園的這個行爐 自強到現在還沒炒完 跟眾議員還在那邊繼續在那邊冷戰 所以這樣團結是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優秀的人才是這麼多 那但最後選出蔡啟昌 他覺得是說比較能夠深任 像財工市長參選人的這個角色 在整個其他人也都是給他祝福跟團結 那因為知道這個我們在這次中二選區裡面 有許多包括我們說捷運 還有一些土地的問題 這些東西的益川區長說句話 其實我並不是從這個市府裡面拿資料 而是我們努力的去從裡面搜尋到底些豬絲馬跡 所以我說益川區長叫鬼才 那當然在這個還沒有決定之前 他就站出來說他要選 他其實態度很清楚 就是說一方面他是非常瞭解 盧秀燕在過去四年 有關市政裡面所有的漏洞 那他希望做一個碾魚的效應 希望有更多的民進黨的這些想要支持 這個臺中更加前進的人能夠一起共襄盛舉 並不一定是要他來 當然益川區長開這一槍的時候 緊接著就是包括了包括何新春立委 也決定要站出來說一定要站這一場 那你知道其實士氣 就是士氣的問題在這地方 有越多人願意站出來為臺中 示核戰的時候 其實更多的議員 他們就有這種方向一起往前前進 好 那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所有表態的意思是很單純 就是所有的議員 最近就要開始初選完畢了 那麼議員初選完畢 而且這一次臺中 我想等會就會講得更清楚 就是臺中這次議員 其實是要爭取過半的席次 相對於國民黨的氣勢是非常弱的 所以也就是說從地方的各區的議員 透過初選爭取這個市民的認同之後 下一個步驟就是由議員 還有立法委員 各自佔有自己的空間 對於盧秀燁每個區域的政策予以攻擊 我想這個是一個大方向 是沒有變的 而且事實上我們也見到民進黨團結 我們必須說一下何新春當時站出來的時候 是由民進黨黨團 好 一起來站出來說 這個新春議員 新春委員 你要不要出來站出來 那所以他們就召開了一個會議 就希望說就包括了這個臺中市的這個地方 地方黨委 地方的黨部主委 跟這個就是黨團 那把何新春就是說 你要不要出來 一起來證明臺中人才祭祭 那最後蔡總統看到大家都覺得 臺中要趕快把這個所謂市長候選人 給決定的時候 蔡總統 蔡主席也就做一個決定 好 立刻就順應大家的這個說法 然後趕快把這個蔡行商就確定就是他了 那我們知道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你說何新春想不想當臺中市長的候選人 當然想 那麼益川局長想不想 他也想 那換個角度來看 馬上何新春就說沒問題 我會成為你主要的主右手 而且已經確定競選總部就設在市區 就是這個盧秀燕的大本營 跟你決就是我們說的王對王 那裡面其實要分兩個策略來做討論 第一件事情 其實駐海線都知道 過去四年 這個盧秀燕對於海線是完全沒有建設 當時在市區 對 他我們舉個簡單例子 還記得嗎 當時這個我們說的林佳龍部長 林佳龍市長曾經對於海線部分 有許多什麼就是三手線的這個計畫 對不起 盧秀燕卡掉了 還有包括我們說的這個幾個繁榮的 這種馬路的這種道路的一個計畫 這個盧秀燕也砍掉 好了 換個角度來說 這段時間 你沒有看到重大的一個建設的時候 我想臺中縣原本的縣區的民眾 一定心裡會心知肚明 連捷運都會轉彎 原本應該是離這個所謂的 這個大賣場接近的時候 你竟然可以轉彎到別的地方 這些事情 看在縣縣裡面心中點滴 哎呦 我現在要到烏日 我多困難 當時的這個林部長 林市長所做的這規劃 可能如果今天假設還是林市長的話 這四年可能這捷運快速到路 都已經做完成了 所以這部分其實在縣區部分 是有極大的地方建設的一個反擊 所以那現在重點就是要在市區 跟盧秀燕對決 這是最關鍵的事情 那這就好處理了 盧秀燕四大問題 第一問題就剛才朗東說的嘛 你社會宅到底有幾間 你現在社會宅全都是林家隆部長 當時林家隆市長所規劃的 你沒有新增 可是問題是一個數字 已經很清楚了 整個臺中市的人口竟然已經開始流出了 第二個問題 我們剛才講第一個問題是社會宅 第二個問題是你現在青年人買得起房子嗎 其實住臺中的朋友都知道原本九萬十萬的 現在已經二三十萬更高了 但是問題是臺中的平均薪資所得 三萬三千塊一個月啊 你怎麼算三萬三 你就算是一年 你不吃不喝 也不過就是大家說四十萬 那麼十年也不過四百萬 二十年也不過就八百萬 你隨便平均一個房子要一千多萬 你叫這些年輕人怎麼辦 這年輕人如果想說一句話 我到臺中來找個工作 結果我想要買個房子 安生立命 竟然在這幾年裡面 臺中的房價炒成這副德性 而且還有些房子竟然已經超過百萬 而這些能夠成為百萬的房子的周圍的這些公園建設 是為了做清創 就現在變百萬的房子 只光站在那個地方說 為什麼這是給清創的 你卻要賣一百萬的房子 我想這些事情 盧秀燕你就很難回答了 再探看那些建商的這些名字 是不是跟你盧秀燕很接近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你知道 現在這個臺中房價上漲的時候 有很多的幼兒園 原本他的土地就是租了N多年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這塊地就是給這個幼兒園 好 來做這個幼兒園的動作 但是因為房價上漲了 所以這些幼兒園的地主 幾十年都不願意賣 要賣掉 現在賣掉了 幼兒園個搬走 所以幼兒園你要怎麼去繼續下去 所以回頭一件事情 你的幼兒的這個托育政策 供托的一個狀況 現在問題非常嚴重 你知道嗎 第四個問題 就是我們說的臺中巨蛋的問題 你臺中巨蛋 當時林家龍部長把這個巨蛋的這個地方 是設置在這個捷運旁邊 那現在你今天設在十四十日期 十日期沒有捷運 現在我們這樣講 大家知道黎明路那邊 這個上下班就已經塞車了 那如果今天你再把一個巨蛋 放進去之後 你為什麼結果 最好這個巨蛋不要辦活動 一辦活動一塞到你眼淚流出來 那問題來了 你看這麼多的 你已經十四十期蓋了這麼多房子 很多年輕人要有這個教育的地方 結果他放了一個鳥籠 說這個鳥籠可以蓋學校 怎麼蓋學校 所以學校的問題 也是如學有很大的問題 好 那麼再說 他原本這個林市長所規劃的巨蛋所在的位置 那是精華地 你知道他做什麼動作嗎 他把他賣掉了 又有建商可以賺到錢了 那又是暴力 那你該設巨蛋 你不設巨蛋 你把他變成暴力的所在 所以其實如學很大的問題是 空污的問題我們是可以談的 但問題來了 因為空污漸到你到現在位置 為什麼天然氣的這個發電廠 你就是堅決不願意 我們當時講 因為嚴家是飆到了這個碼頭 所以有煤炭的生意 你到現在天然氣的這個不願意做 天然氣的這個發電 我們都知道他比煤炭的發電 要減輕空污很多 所以也就是說呢 他的整個政策過程當中 最大的盲點是什麼 他過去的三年確實有減採 不過請問講 過去三年減採是你如秀燕的政策嗎 不是我們把它攤開來 都是前任市長做規劃 現在完成了 那今年你有什麼減採嗎 今年就沒有什麼減採了 因為今年你沒有業績 所以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如果把這些事情一一揭露出來的話 那恐怕盧秀燕在過去這四年的政績 臭不可看言 剛才兩位來賓有特別都提到了 盧秀燕市長 可能民進黨要跟他競爭的相關策略 國民黨的盧秀燕 這個也要請林靜潔議員幫我們說說 大家都說其實中部這一場戰 民進黨其實聲勢是看掌 我是覺得當然這個蔡其昌 是一個可敬的對手 那我覺得何欣傳跟蔡其昌 兩個人在爭 其實我們國民黨很早就知道 是蔡其昌的了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